柔情霓裳曲 如梦天音动地声 这是后人对红线女红枪艺术的赞美之词 徐承北在红线女塑写中甚至写道 人类胸腔怎能迸发出这样奇妙的声音 然而在回归祖国大陆之前 红线女对自己是否继续从事乐剧工作 曾经有过犹豫 当时她曾对逃柱省长直言 鉴于自己的身体情况 认为自己还是干电影工作好 逃柱省长则果断地说 乐剧需要你 你还是要干乐剧 至于电影工作 让你每年拍一部还是可以的 红线女答应了 她没有想到 这一承诺就是一辈子的选择 一句话决定了她一生事业的方向 一句话也造就了一个世界级艺术大师的诞生 当她来到世上的时候 她是这个家族四男八女十二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 这个时候她叫邝建莲 她的血统中充满了乐剧的DNA 她的唐伯父邝新华是乐剧的著名武生 她于光绪十五年在广州重建了乐剧行会组织八和会馆 是乐剧界被尊为泰山北斗的人物 她的外公叫谭杰南 一名声驾男 是驰名东南亚的武生 她的旧父亮少佳 号称铁柱小武 是在省港澳 美国和东南亚 均享有声誉的乐剧演员 1934年 她二哥矿虫光 给家里带回来一台留声机 引起了邝建莲的好奇和兴趣 她跟着这台留声机 居然学会了白居荣 张悦尔的《一代艺人》等乐剧名曲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张悦仪唱的乐曲 时高时低收放解语 这种控制声音的能力 真是让我入迷了 那我爸爸有些朋友来都 唱给你啊 阿爸听唱给阿叔听 我就唱了 当父亲招待客人时 他有模有样地演唱 得到了客人的夸赞 唱完之后 我爸爸给两毫子 给一个两毫子我 那我又存起了 所以我调的小马琴 她的母亲谭吟也有一副好嗓子 谭智香在《南天一抹烟红》中写道 在《红红红女》的眼中 母亲真是个很美很美的女人 谭吟是旷家排第三的妾室 在有子为妾 无子为奴的旧社会 她因为只生了三个女儿 而地位低下 煮饭 买菜 洗衣 什么东西都是我老母做的 她是很受苦的 她遇到不开心的时候 总是哼唱一些小曲来开解自己 但是她个人很开朗 我妈很开朗 她说有什么 妈抱着我 就走去看戏 看戏啊 她喜欢看戏 遇到特别心烦的时候 母亲就会拉着小小的红红红女 到戏院去看大戏 让她从小对乐剧耳濡目染 在逃难澳门 全家陷入为生艰难的时刻 也是母亲挺身而出 不顾丈夫的反对 将她一手推入了乐剧艺术的大海之中 可以说 母亲既是她的启蒙者 又是她从意的策划者和推手 然而 一海也是苦海 她能在这片大海中生存吗 母亲谈吟将女儿带到了舅父亮少嘉的喜办 亮少嘉把她交给了小舅母和福莲 红红红女便尊称她为连姐 跟她学系 学系之苦 难以言表 第一重苦 没有社会地位 没有安全感 还受尽凌辱 在旧社会的艺人 浪荡江湖 跑马头求生 成系不成人 这是父亲坚决反对女儿学系的最大理由 第二重苦 时代之苦 抗战时期烽火连天 家破人散 艺人们连生命都难保 真是苦尚家苦啊 第三重苦 学艺之苦 红红红女晚年总结她的学艺体会 就是两个苦 苦学 苦练 她清早要跟着旧父的徒弟们 练基本功 压腿 踢腿 拉扇跳大架等 开始那一阵 练得两腿连爬上床也痛楚吃力 她学习用土法苦练法声 用板带勒进腹部 用一个竖口中捂着自己的嘴巴 尽量把声音喊出来 然而 这些苦还没完 她除了跟师兄师姐们一起练功外 还要给师父做饭 洗衣 天热 山山 夜晚 垂腿 这些苦 她都能忍受 但最让她难受的是 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学成登台 才能挣钱虎口啊 她说 何老师没有教过我一句长强 那怎么学呢 那她就是跟在何老师的身旁 那么何老师跟马世增 或者跟其他演员合作 她在旁边看 她们排戏她在旁边看 然后呢 寄在脑子里头 红线女曾经在纪录片 永恒的舞台中 回忆起这段往事 年姐排的电影我看了 特别呢 她对那些曲子排了电影 她不记得 红红红这次怎样 我老师好 这件事都是洗衣 一定要好好认真地去 看她排戏 看她演出 她问我 我才能回答她 她硬是凭着过人的努力 和艰辛的付出 用自己的观察 记忆 揣摩 体悟 取得了一点一滴的进步 她利用给连击的 连击读剧本的机会 熟悉了连击演过的 所有新戏旧戏 她利用连击排戏的机会 观摩和学习各种身段 和表演细节 尤其是像亮绍凤这样的前辈 带着连击排戏时 会教连击一些高级的处理方式 这更是她从旁受益的大好机会 她从认真跑龙套开始 不放过任何出场实践的机会 尤其是天光戏 戏班到乡下演出 从晚上演到通宵打蛋 从四乡来的乡亲们 才肯散去 明觉是晚上黄金时间登场 到了下半夜 则由徒弟们上场 这个时间段称为天光戏 此时观众迷迷登登 要求也不高 演员大都没有剧本 靠临时献编 现场发挥 这是锻炼年轻演员的好时候 邝剑联非常重视这个机会 她绝不应付 非常用心 在实践中不断积累 反思 总结和修正 不断充实和提高 自己的演艺水平 再一次演天光戏时 临时编词的邝剑联 过于兴奋 竟然滔滔不绝地 自己编唱了七大段 忘了将唱段 交给对手 影响了演出 也引起了观众的不满意 回到后台 师父何福连对他劈头就是一巴掌 什么也没说 就走了 邝剑联一时被打愣了 后来他自我反省到了 师父是要教训他 演戏不能只顾自己 突出自己 一定要尊重对手 尊重整体 红红线女 与何福连的师徒关系 十分特别 何福连送了不少头饰和戏服 给红线女 红线女出名后 也很照顾自己 这个唯一的正式师父 也许何福连对红线女的无为而至的教法 对红线女这种天性善于观摩 禀赋很高 又能用心领会反复琢磨的学生 反而对了细落 无论如何 何福连为红线女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中 他既长受了各种艰辛 也见识了艺人需要应付的各种场面和事面 学习到了入行的基础知识和行业规矩 得到了实践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 这个平台让他接触到了不少乐剧前辈 受益肥浅 为他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坚实基础 此后 邝建联利用一切机会 向戏班中的前辈开戏师爷 不厌其烦的请教 迅速积累了大量的戏剧常识和知识 他更是利用一切机会和一切方式 向和连姐搭档的乐剧名家 前辈们请教 这里边有他的旧父 亮少嘉 亮少凤 亮次伯 白玉堂 欧阳俭等人 他们有感于这个小姑娘的勤奋好学 天赋和悟性 也都愿意把自己的拿手记忆 心得体会和做人之道 传授给他 1940年 澳门的清平戏院贴出了 圣寿年乐剧团的一张海报 海报中的演员一栏 最后一名写着 小燕红 小燕红是邝剑连最早的一名 虽然是倒数第一名 也是他生涯中第一次上了海报了 这对任何从意者来说 都是终身难忘的大事 他在兴奋之余 却不太喜欢那个小字 但他不敢说出来 因为这是师父何夫莲替他起的名字 终于 乐剧界的老杭尊 曾与著名演员千里居 白居戎金兰结义 人称亮三哥的乐剧名宿亮少凤 站了出来 他观察了邝剑连一段之后 认为他的声音不错 清 脆 骚 甜 人也聪明好学 只是叫小燕红这名字不好 没意思 他对邝剑连说 我替你改过一个名 叫红线女吧 红线道合是乐剧中的一出戏 红线是古代一个有胆有识 峡谷柔长 忠心为主的佼佼者 你有点性格似他 今后你可以学这个戏 更要学他的为人 邝剑连高兴极了 他喜欢红线女这个名字 就连亮少凤本人也不会想到 这个被冠名为红线女的女孩 此后不但演了红线道合这出戏 更让红线女这个名字 红遍了海内海外 到了1943年 红线女已经坐到了戏班中第三花旦 这一阶段是红线女投身一海的初始阶段 她在苦中挣扎没有沉默 还站上了一艘小船 只是这艘小船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又能走多远呢 如今 广州的恩平路上 坐落着一座极具岭南风格的优美建筑物 乐具艺术博物馆 馆中展示着乐具发展的历史过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各大流派领袖人物里 马施增的名字赫然排在前列 在红线女还没出世的时候 马施增就已经开始出名了 当红线女涉足乐具之时 马施增已经是乐具界中泰山北斗籍的人物了 1941年底 日口占领香港 马施增坚持民族大义 拒步与日军合作 冒险偷渡到澳门 再辗转到湛江 赵庆和广西一带 坚持演出 一边艰难糊口谋生 一边利用乐具宣传爱国思想 劳军捐款为抗战贡献力量 红线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也在何夫连提供的机会中 走进马施增的 马施增叫连姐 连姐说我不行了 你和大亚红去吧 两个月 讲明两个月 谁知道去了三年 走二十年 起初马施增并没有将 红线女放在眼里 辗转来回数次 也没有安排她一个固定的位置 直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 一个偶然事情发生了 正在赵庆演出的 马施增戏班 原有的正印花旦 在开戏前突然病倒 刚到赵庆的红线女 被马施增紧急召去救场 当晚演出的是软皮蛇 招骏马 剧场紧急贴出 因某某有病 今晚演出 由青春艳旦 晃剑连刮带的海报 洪红线女没有演出过这出戏 她只是以前在马施增与和福连同台演出时 在一旁看过 并暗自 笔画过这出戏 在化妆的时候 红线女一直在默默地背着台词 和回忆着她们当时的演出情况 此剧中有一个重要情节 叫三凤茶 是女主角要向太婆婆 婆婆和郡主分别凤茶 只要她们接了茶 就算是承认了她的身份 这一段戏没有一句台词和唱段 全靠演员的表演来体现 难度极大 红线女凭自己的努力 令马师曾刮目相看 观众们反映 这个花旦很不错 有声有哑 表演得也很逼真 就是叫不出名字 第二天海报就改了 由青春燕旦 红线女刮代 从此 红线女以马师曾剧团 第一花旦的身份 开始了与她的长期合作 马师曾是一个极编 导演 才华于一身的艺术大家 与马师曾合作的这段时间 是红线女艺术水平提升 最快的一段时间 尽管马师曾在形式上 也未曾正式教授过她 到今天为止 我仍然觉得 跟她合作那段时间 向她学习那段时间 我收获最大 搞什么 什么都没有搞 但是她跟年姐排过五十几个戏 我就想学 所以一没有花旦 你从三花就可以做第一 马师曾的爱国情操 文化涵养和艺术修为 是他们能够长期合作的思想基础 马师曾不断编演新戏 不断创新 勇于挑战自我 自创流派的精神 更深刻地影响着红线女 为她日后创立自己的红枪 红派艺术树立了榜样 到了香港之后 随着经济环境的好转 红线女请了专门的家庭教师 来教授自己国文 诗词 练习书法 充实自己传统文化知识 更不惜花大价钱 从内地请来京剧名师 王福清等来教了自己三年京剧 指导自己的身段 演技和基本功 她还请了著名的西洋歌唱家 来教她美声唱法 五十年代初起 应和弦先生之情 她参加了一个新的宝峰乐剧团 这是一个允许和鼓励 艺术创作的新环境 头炮戏就是一代添交 完整的剧本能够在演出前几天 就交到演员手上 在当时是少有的 能让她有时间研究 设计剧中人物的表演和唱腔 这回有了可以以自己为中心 发挥的机会 而且第一次有了主题曲的设计 红线女后来说 演出一代添交唱主题曲 是一种新的尝试 心里又紧张又兴奋 红线女拼了 她在音乐师傅的帮助下 没日没夜地沉浸在创作中 她动用了她从一以来 所有的积累和经验 用了她以前从未使用过的曲调 如雪底游魂和反线钟摆 她通过控制自己的音色 力度和语气去塑造人物的情感 甚至揉入了京剧和昆曲的某些唱法 她是行也唱 站也唱 吃饭睡觉的时候 都在念台词和设计表演 每当她感到支持不住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你应该有所突破 唱腔要成为自己的一家 这是乐剧前辈黄超武 在广州看完她的戏 在高度肯定之后 对她说的话 红线女很受震动 一代天骄正是她的一个突破口 她要找到自己未来发展的道路 可是她能成功吗 红线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代天骄演出后反应强烈 演足了一个月 其主题曲不久 便流行于港澳和东南亚 观众开始称红线女的唱腔为女腔 这是红腔艺术的一个起始 一代天骄与她之后的一批优秀剧目 共同组成了红腔的基础 红腔的特点是阴厉阔 花都大 龙头鸿尾 妖良三日 故隆 铁足成黎 愿意动人 为她精彩 1955年 红腔女返回祖国大陆 从此 红腔女将生命完全贡献给了乐剧事业 她的乐剧艺术将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